继续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遭袭之后还在努力的善后 而其他的城镇像是盾内刺客扎波罗热依旧遭到俄军的轰炸 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抵挡飞弹的防空系统 德国已经交付一套了 而这套系统能够拦截高度25公里方圆40公里内的空中威胁 一连两天轰炸后 基辅市中心上空出现战机绕飞领空 以防俄罗斯再突袭 这波攻击对基辅电力战和市区建物的破坏 从卫星照片上清晰可见 还有民众在树干上绑了黑丝带 但哀悼之余日子还是要过 赶工修入把飞弹弹坑给填平 基辅战火烧歇 但别的地方可没那么幸运 乌克兰扎波罗热暗夜遭到空袭 东南部还有一座小镇被狂炸300次 但是专家认为俄罗斯是要用这波空袭掩盖前线失利的事实 因为乌克兰在东南部持续推进反攻 士兵在赫尔松的小镇重新高挂乌克兰国旗 并俄军留下的BM27巨峰火箭弹一并接收 英国政府掌握的勤资研派 俄罗斯是弹尽原决战事受挫 在此同时 乌克兰国防部释出士兵用监射标枪飞弹 击落俄国火箭弹的画面 说他们要更多武器来阻止俄罗斯的侵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要的就是大量的先进防空系统 目前美国承诺要援助六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在这波空袭过后 答应会加速交付 而目前已经拿到手的是来自德国的Iris-T防空系统 这套主要由德国研发的Iris-T 能够拦截高度25公里范围40公里内的空中威胁 德国答应援助四套 目前已经交付第一套 北约乐舰成员国持续军援 但是也凸显出一个尴尬情况 因为到目前为止 各国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份额 美国占了49% 波兰是22% 德国9% 最低的是法国不到2% 这让乌克兰出招写情书 喊话法国爱乌克兰就给我们更多武器吧 最好是155公里的自走炮和凯撒轮行自走流炮 We're going to push them out of Luhansk, Donetsk, Kherson, Nikolaev, Zaporizhia and all the regions where these rats have entered our territory We will send them all to the Lord. They will all return home either alive or dead 乌克兰国安顾问也呛响俄罗斯 不管增兵几十万人都会把俄罗斯打退 就怕普京被逼急了 真的动用核武 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表示 有必要清楚动吓普京 动用核武是死路一条 波顿受访强调要让普京知道动用核武 美国就可能执行斩首行动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沃尔战争达到现在核战威胁持续升温 美国前国安顾问就提出警告 如果普京真的动用核武 华府将有可能对普京执行暗杀任务 详新闻文教理记者李作恒 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将持到现在 那么当然乌克兰方面也开始展开一些反击了 面对乌军的频频告解 你看到上次这个克制大桥 也发生爆炸的事件 熊熊的火光还有冒出浓浓的黑烟 所以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就扬言了 如果再把他逼急了 他很有可能会来动用核武 那当然现在美国的前官顾问波顿 他就分析 他说普京如果下令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的话 这个举动相当于是在遗书上签字 为什么呢 他说美国其实像是白宫 要展现说 其实对普京来说 是有能力对他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的 也就是说不能再让让普京牵着鼻子走了 那当然现在美军B2幽灵战略轰炸机 也传出说是不是飞抵波兰了呢 当然没有获得证实 不过这个轰炸机 它是全球唯一公开逆踪战略的轰炸机 它能够携带16枚的核弹头巡翼飞弹 另外战斗筹载2.7万公斤 在1999年是首度投入实战 而且它非常昂贵 因为它的造价超过24亿美元一架 这个重量纪比黄金贵了2到3倍 俄军最新一波空袭 瞄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扎坡弱热的核电厂也一度断电4小时 急急启动备用电源才避免辐射外泄 而俄军最近在战场上连连失利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曾孙女说 普京绝对不会接受战败 他身边强硬派的KGB成员 让他现在欺虎难下 橘红色火焰狂烧 消防水柱也控制不了火事 又有乌克兰发电站被俄军锁定攻击 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电网 害得各地大断电 室内一片漆黑 买东西还得开手电筒才能看清楚 电家搬出发电机苦称 乌克兰政府呼吁民众结电 蜡烧烧和手电筒随身备好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大部分地区电力已经恢复 但在杂波罗热核电厂 核电厂周三一度断电四小时 又是因为输电站被炸 虽然启动柴油发电机需经一场 但专家警告 要是被用电力也失效 核灾只有一步之遥 欧乌护怪对方炸核电厂 现在连厂内员工也要强 不管是炸电网还是核电厂危机 只要提到能源 争议从来没少过 普京暗指就是美国联手西方国家 破坏两条北溪天然气管线 还提议以后俄罗斯天然气 干脆放弃波罗的海 改由黑海输送 普京周四当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讨论这项提议 毕竟土耳其远比欧洲国家好说话 普京态度强硬 但前线俄军问题重重 亲自参与入侵乌克兰的前俄军散兵还说 他们被迫用已经坏掉的军备 认为普京已经战败 继续打下去也只会输更多 中正大学历史系郭敬云教授 出生在莫斯科 他担心普京走投无路 真的会使用核武 连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曾孙女 也猜测普京不管怎样 都要为自己创造战争胜利的形象 赫鲁雪娃分析 俄军表现不佳 普京其实一直想找台阶下 只是围绕身边的KGB势力 不可能允许俄罗斯示弱 战争恐怕只会以相当惨烈的结果收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